大家好 今天我们谈巴菲特的股东大会 在5月2日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举办了股东大会 股神巴菲特在股东大会当中表示 如果说你要打赌 做空美国 你就应该非常的小心 以前巴菲特也说过类似的话 在过去的238年以来 从来没有人因为做空自己的祖国而发财的 巴菲特老先生的这些喊话 在我这个中国人的知识背景之下 听出了可怕的一面 很自然的就想到了 在2015年A股股灾的时候 那个时候国内的媒体也在高呼着 要为国持股 结果是到了2020年的今天 上阵指数也没有能够跨过3000点 巴菲特可能也没有说错 美国的历史上没有经历过改朝换代的轮回 自建国以来就一直的处于国运的上升期 这个时间段内的确没有因为做空自己的祖国而发财的人 但对于中国这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国家 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商鞅 他是魏国人 在秦国变法 缔造出了大秦帝国 并且灭掉了其他的国家 最终一统天下 明末的军事将领吴三桂 投靠满清 西兰封王 大富大贵 在这里顺便我们也讲一个事 巴菲特的这句话被别有用心者 改的是面目全非 并且是流传极广 国内流行的版本是 巴菲特曾经说过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依靠做空自己的祖国而赚钱 根据我的不完全了解 这句话是出自语言工作者罗振宇先生的跨年演讲 能够把巴菲特先生的一句很普通的话 改造的这么煽情 并且广泛的流传 媒体人出身的他的确是水平很高 因为罗振宇经常的讲财经和投资 在投资圈还流传着另外的一句话 中年人看罗振宇的演讲和老年人买权健的保健品 没有任何的区别 巴菲特先生他是美国人 并且他大部分的财产在美国的资本市场 他对美国投资界的喊话 呼吁 我们认为说这是合情合理的 听起言观其行 我们也需要看看他自己究竟是怎么做的 嘴上说着不要 身体很诚实的事情 多了去了 巴老在最近的一年里面 不仅没有增持买入股票 反而是清仓了航空股 在股东大会上巴菲特表示 截止到一季度的末 伯克希尔账面上的现金达到了创纪录的1370亿美元 比去年又高了大约100亿美元 到目前为止仍然不准备出手买股票 同时巴老承认 抄底航空股犯了一个错误 已卖出美国的四大航空公司的全部股票 对于是否会回购自家的股票 巴老表示说 只有在持续 在继续持有股票对股东有利时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才会回购自己的股票 让我们细思恐急的是 巴菲特对航空股的态度 一直以来 巴菲特最为钟爱的公司 是以轻资产就可以运营 并能够获取到不菲利润的公司 比如说可口可乐 但因为再也找不到类似的企业 巴菲特表示 世界的设定使得我们无法 一直能够再投资上百亿的资产 并能够得到巨大的回报 我们进而选择了资产密集型的产业 并且目前复利回报还不错 但他们不是可口可乐 一个你基本不需要很多资本 就能够运营的企业 自2016年开始 巴菲特就开始大举的买入航空股 这也正是他所提到的资产密集型产业 截止到2019年的12月末 伯克希尔哈萨维持有航空股的总市值 至少超过了66.67亿美元 今年的2月27日 巴菲特还对达美航空进行了增持 直到今年的3月中旬 巴菲特仍然表示 尽管市场遭到了抛售 但是他不会出售航空公司的股票 巴菲特买入航空股 应该来说是一个很精明的决定 进入到21世纪以来 由于受到了911事件 还有自带危机的双重冲击 美国的民航需求增速一度的大幅下滑 行业长期的亏损 大量的航空公司破产重组 经过连续的两轮出清 形成了美国航空业垄断的局面 行业也迎来了盈利的黄金时期 疫情出现后短短的时间之内 巴菲特对航空股的观点 出现了180度的转弯 从坚定的持有 转变为坚定的抛售 坚定的清空 对于为何会抛售航空股 在5月2日的股东大会上 巴菲特表示 我不知道从现在起 三到四年之后 航空旅行需求 是否会恢复到去年的水平 因为飞机太多了 巴菲特对航空业的悲观判断 提醒我们一定要审慎的 要审慎的判断 美国经济未来的走向 美国是一个飞机上的国家 美国人的出行 除了汽车就是飞机 回顾美国的航空市场的发展历程 我们可以发现 经济发展是航空需求的类生动力 航空的需求 以GDP呈现了正相关的关系 相反的 如果美国未来的三到四年当中 航空需求并不能够恢复 那么是否就意味着 美国经济将长期的不振 甚至持续的衰退 同时航空的需求和居民收入 也有密切的关系 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 居民可支配的收入持续的提升 将带动航空出行需求 不断的提升 1950年到2000年之间 美国的人均成绩 成绩次数不断的提升 随后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的 平稳的状态 今年来略有反弹 相反的 如果居民可支配收入 因为疫情的原因 只是小幅的下滑 那么我们认为说 这将难以改变美国人 已经养成的航空需求的习惯 而如果是居民可支配收入 大幅的下滑 才会降低航空的需求 在巴菲特看空航空股的背后 是否意味着 美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 将大幅的降低 航空消费不仅仅是 我们讲航空消费 仅仅是居民消费的一部分 美国整体的消费市场 是否同样的会进入到萎靡 消费目前占美国GDP的70% 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2008年10月17日 巴菲特在纽约时报上 发表了一篇文章 名字叫做买入美国正当时 在文章发表前的 9月到10月的一个月之间 巴菲特是先后出手6次 大量的买入能源 高盛通用电器等公司股份 伯克希尔持股的富国银行 又以151亿美元收购 美联银行 此后美股就开始了出力反弹 并迎来了长达10年的流失 巴菲特和他的伯克希尔 再次的实现了资产的飞跃 仅金融危机期间的这个投资 就为他赚取了超过100亿美元的回报 而在这次的疫情当中 美股同样的是暴跌 但巴菲特先生并没有再度的出手 仍然是稳稳的持有着 1300亿美元的现金 并且还将一度非常看好的 航空股清空 行为上的这个差异是否意味着 事实上巴菲特先生仍然是 看空美国的经济 巴菲特对美国经济的终成线 是否是非常的悲观 最后我们附上一张 美国每日新增 病例的图表 从3月12日 特朗普总统宣布 进入到国家紧急状态 开始到今天5月8日 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之内 美国每日的新增病例 稳定在2万人以上 疫情何时势头 还是遥遥无期 美国民众的就业 大中小企业的生存状态 美国的资本市场 未来的演变 经济的整体运行情况 仍然充满了巨大的变数 好 今天我们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